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我們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今天花一點時間幫大家整理新手 一開始很容易卡關 或是沒辦法三星通關的關卡二之十 這一關其實說難不難 說簡單也不會到很簡單 考慮到有許多人目前只有低配 或是高星發展不完全 所以今天薩克就用低配的隊伍 來幫助大家通關這個關卡 以上是我使用的隊伍 基本上薩克使用的三星幹員都有精英化 因為三星精英化非常容易 技能的話都有點到三級或是四級 其實三星幹員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技能花費的材料比別人少 所以很好升技能 隊伍裡五星的角色只有赫默 這邊我解釋一下 因為我沒有抽到四星的補師 對,條香絲跟默藥都還沒有抽到 所以如果你有這兩隻 那也可以把赫默給取代掉 對了,我的赫默沒有精英化 如果有的話那這一關會更簡單一點 重裝幹員的米格魯算是這一關的關鍵 至於為什麼我待會實戰會說 如果你有更好的坦克 比如腳鋒或是蛇圖鑲龜龜 那你也可以把我現在配置裡的兩位重裝給換掉 紅豆我技能點到四級 精英化130等 迅使沒有精英化 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一開始在術士快要接近的時候再放紅豆 這樣可以少被打一點血 即使腳下有回血 紅豆一定要精英化 並且等級至少要30等 才不會被術士打死 如果你沒有紅豆 你也可以換淋浴 但記得精英化一階至少30級 接下來下面的位置我會放迅使跟阿芬 因為光一隻遜死扛不住接下來的水管隊 而且兩隻回廢先鋒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點數 可以下高級單位 這時左上角記得要把紫蘭放在這個位置 紫蘭在這關也蠻重要的 幫助你緩速敵人突滿對手的進攻速度 當然坦克坦得住的話 你也可以換阿米亞或是其他的單體法師 記得要把重裝放在這個位置 讓他可以吃到回血 這樣才可以在前期扛比較久 這邊建議是放主動技回家防禦的重裝 這時右下角的阿芬 血量有點危險 所以趕快下一隻補師在這裡拉血量 其實我這邊有點下太晚了 有點危險 記得可以的話要早一點下會比較好 上面的紅豆或先鋒有技能的話 一定要先記得開 這樣傷害才會高 不然有會被打死的風險 範圍法師的費用一好 就把範圍法下在這裡 炎龍的傷害其實不會很高 但在這一關還是可以用的 如果你有遠山或是天火會更好 看到紫蘭的血量有點危險 趕快下一隻醫療拉血量 這邊的醫療推薦一定要精醫 這樣補血的範圍才會廣 有是不是拉過防線? 沒有關係 放梅劍聖在這個地方攔截 攻擊範圍記得朝上 梅劍聖是你後勤能收掉王的關鍵 差不多這個時候 我們把Coco打優放在這個位置 用來打接下來會出的小飛機 小飛機是你這一關最主要露怪的原因之一 請務必一定要先消滅 至於另外一邊有紫蘭可以對空 所以就不用理會了 王出現的時候會開始炮轟你高台上面的遠程 醫療一有技能的話就要趕快開 不然就會崩盤 但是炎龍跟重裝的技能記得忍住先不要開 等到王進的射程之後再開 對了,右上角的紅豆技能不要忘記開 再次強調 好這次王快要接近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重裝跟炎龍的技能打開來了 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就是王切重裝的傷害變低了 好,王血量低於一半的時候會進入狂暴狀態 這時候我們趕快再下一隻重裝放在這邊拉仇恨值 讓高台的輸出可以再多打一點點 時間沒有關係,很正常 這時候趕快再下一隻醫療在這邊 以免高台崩盤 然後記得高台一有技能就要趕快開 好,梅劍聖這時候趕快把技能打開來 好,王死掉了 接下來就結束了 我們可以就等過關吧 基本上右邊完全不用管 因為右邊基本上的防線是很鞏固的 那這邊呢,左邊這邊因為有補師 再加上有梅劍聖超高的攻擊力跟血量 其實我們也不用害怕會漏怪 OK,以上就是這次二之十的低配教學 其實如果你有三四星混搭 補師和範圍輸出都很夠的話 那這一關會簡單很多 主要就是怕小飛機會漏掉 或是範圍火力不夠導致漏怪 也有奶不起來會被王團滅的情況 所以這一關理想等級還是要高一點會比較好 精化一是基本的 我是薩克,想看更多方舟的平民過關法嗎? 懇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祝各位博士都能順利通關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